为相三年,不识夫 至官如此,非无所欲也 孝子之世亲也,尽力至诚 不义之物,不入于管 为人子,不可不孝也 子其去之 田子溃馋,走出 造草还亲,退请就狱 王贤其母,悦其意 急舍田子醉,令父为相 已经赤其母 诗曰 姨儿子孙,神神乎 意思是说呢 田子 田子呢,他做了奇果的倾向 那三年以后呢,退休了,回家了 他得到百亿的金,就是得到很多的金银财物 然后呢,他也很孝顺哦,没有独吞哦 他奉给呢,他的父母亲 他母亲看到这么多钱,吓死人了 母亲就说了 你怎么有这么多的钱呢 田子就回答说,这是我得到的奉路啊 母亲就说,你做三年的倾向 难道你都不用吃饭吗 不用用吗 吃饭呢,用呢,通通是要花掉钱呢 哪里可能还有剩这么多钱 还有这么多的财物 这一定是呢,来路一定是有问题的 你做官做到这样 这不是我所希望的 这不是我盼望的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是这个样子的 母亲继续说 孝子呢,奉赐他的父母呢 要呢,竭尽他的力量 表出他的真诚 假使呢,用不正当的管道 去得到的财物呢 不要拿回家 说呢,做儿子的人呢 做儿子女的人呢 不可以不孝顺 你拿走吧 我不要这些东西 哇,田子听到母亲 这么愤慨地讲这些话 他自己听了哦 非常的惭愧,差这么多 人家母亲是被付到人家 有这种的心念 有这种的理念 有这种的看法 有这种的揭操 哇,那我这样子做是不对的 说很惭愧 他就出门去了 他就呢,到朝廷去了 把这些财物呢,还了 这样子 甚至呢,他请求呢 他自动请求入狱 他觉得他犯法 他觉得他这样的触犯法律啊 他应该关纳 所以他自动呢,请求入狱 可是呢,这个齐王呢 这个君丧呢 很称赞呢 他母亲的贤惠不简单 哇,很高兴 很欣赏这样子 这么母亲能够有这样子的 这个田姆能够这么懂得道义 哇,不简单 所以呢 他呢,看在田姆的面子上 就舍弃了田子的罪 好,圣女无罪 这样子一笔勾销 甚至呢,想说 既然有这么好的母亲呢 管教师教的孩子 不会差太远啦 所以他在任命他呢 来做呢 倾向哦 而且呢 把这些财物呢 赐给了田子的母亲 所以呢 诗经上就有一句话说 要好好的管教你的子孙 让他呢 能够呢 懂得呢 不断不断的 戒慎 静谨 小心哦 这个是呢 诗经上有这么一句话哦 这么一段话哦 说 所以呢 当我们想到父母的时候 我们就要想到我们的 言 行 身 心 是不是呢 都应该呢 合乎到哦 想到父母亲 就要想到我们的行为 这样子哦 那以上呢 我们所报告的呢 就是呢 第九篇 尽心 竭力 笑父母 那再来呢 我们再一起来拜读呢 第十篇 笑到 不读 讲 吃穿 父母恩德 南三 巍巍 生我 取劳 衣食 无缺 补我 扶我 续我 掌我 御我 出入赴我 雇我宝贝 日夜伴随 暂放光辉 日复一日 使尽无悔 岁月人吹 脸颊憔悴 换得儿女 宝得儿女 功成名位 欲报恩德 孝心为贵 亲亲为大 忍者得赔 孝子 世亲 居至敬意 成婚定行 浅层以对 成欢浓情 维言礼节 菜根半薄 方式真味 养亲和乐 气平月色 爱心关怀 不治无为 世亲 激见 见智 不从 顺意 成智 委屈 无为 了然 根源 正心 修身 立身 行道 光耀 门眉 这个呢 就是呢 我们的第十篇 笑道不读 讲 吃穿 那再来呢 我们做一个 简单的解释哦 父母恩德 南山 巍巍 生我 取劳 衣食 无缺 说 我们父母亲呢 的恩德呢 好像呢 南山 那么的高 辛苦的 生下的我们 从没有 我们这个人 到了 父亲母血 十月怀胎哦 母亲呢 辛苦的 生下了我们 那呢 父母亲呢 又要非常 很劳烈的 养育我们 想尽办法 来供给我们的呢 衣食 从不缺乏 即使我们的父母亲呢 是很贫穷的人 他们也是一样 把好的呢 留给我们吃 把好的呢 来留给我们用哦 都是这个样子 福我 虚我 长我 育我 出入 父我 雇我宝贝 说当我们还是婴儿的时候呢 我们的爸爸妈妈 怕我们呢 没有安全感 所以他们呢 很疼惜的 抚摸着我们哦 抱着我们 抚摸着我们 而且呢 去养着我们哦 张扬我们哦 看顾我们 时时刻刻呢 关爱着我们 牵引着我们 为了我们呢 吃奶 吃饭 喝奶 吃饭 还呢 当我们待一点点的时候呢 教我们呢 走路呢 说话 说话 这个是 已经是很顺利的 长大的小朋友 如果呢 是呢 体肉多病的呢 孩子呢 父母亲呢 更是非常的辛苦哦 有的呢 抱着睡觉 孩子不睡 妈妈呢 就要抱着孩子睡 抱着孩子睡 妈妈自己哪里能够睡 当然啦 睡睡醒醒啊 非常非常的辛苦哦 可是呢 父母亲呢 也是这样子 反正不